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 社固楼安西泰陵提断农地挡土墙 阵列陷落 农田也跟着下线了 此外春日泰陵提断多条区域大排水的末端 土石淤积 水纹乱串 每逢豪大雨 土石泥流 以及大水去直接淹没低洼带的农田 那么农民是苦不堪言 那么接获成情的县议员中肃镇 以及林玉芬 在8月9号的下午会同县政府 酒和局等相关的单位来献刊 寻求解决之道 顶着上午11点多的烈日 县议员中肃镇 林玉芬 听着农民指说 这一整排的水泥挡土墙被阵列陷落 致使它上方的农田也跟着塌陷 台风豪大雨 泥土流失 请求农者单位救救他的农田 现在这个列的部分 就是说它一直下线 一直下线 我们这个部分去政府再帮你评估 看这个 应该是在这一条线 应该是用这一个党组 我现在是概列抓了 除非我们去办理土地见证 我们请地政机关来 然后办理土地用这个见证完以后就会知道 此外 萧古兰西春日太陵提段 高摊地农田或者体内农地 由于多数为区域大牌或者灌溉沟取末端 错综复杂的水纹 再加上土石预计严重 每逢好大雨 土石泥流顺势冲进农田 或者上游去排大水直接淹没低洼农地 农民苦不堪言 先议员林玉芬会同酒合局 农水署等单位现刊 寻求解决之道 接过去 就接到我们就是 就是说由他们来管理这一段 因为给水最后的出气 他来这个处理这个 不然因为我们的测锅不是在装那个 我们是在装防性道路的水 他本来是往那边的嘛 因为他上一次 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就把通道那边去 然后就那边就给他塞住 他塞住的时候这个水 就流到那边的时候 那边的那个萧古兰西倒灌出来 他这边就出不去了嘛 他出不去然后这边一滴什么淹水 虽然酒合局每年提拨 县政府三千多万元不等的 勤于经费来改善 但车水悲心无济于事 多条区大牌末端 与萧古兰西合体高摊地交汇处 三不管地带的农田灾害 第九河川局等相关单位 代理清全责管辖在意 县议员林玉芬则将主专案研议 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 不让农民受耕地灾害所苦 记得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